春节过后,中国股市和楼市的这潭水开始混乱,涨价消息满天飞,市场情绪躁动,空气中弥漫着镰刀的铁锈位。 于是,有不少人想浑水摸鱼借机捞一笔,但却没想过,自己可能就是那条浑水中的鱼。 未来的股市到底是涨还是跌? 其实,世界上并没有你想要的那种确定性。 仓位决定态度,每个人想要的确定性都完全不一样。 青仓踏空的人,看到的都是风险,还会尊尊告诫周围的人,这就是一场反弹,要不了多久就会跌回来。 种仓乃至满仓做多的人,看到的都是利好,他们一边感叹着自己抄底时多么的自信和聪明。 另一边心底里暗暗地希望着,股市现在最好一路涨到一万点。 为什么,最近股市这么猛? 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,发生了什么。 首先,1月4日,中国高层在营保监会召开座谈会,会上提出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,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。 注意全面降准这个词。 当天傍晚,央行发布消息,决定下调,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,一个百分点。 其中,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.5个百分点。 消息一出,上证指数大涨2.05%,深圳城值涨2.76%,创业板指数涨2.52%,大金融板块集体走强。 1月23日,中国高层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第六次会议,会上通过了新创建科创版和股市注册制的方案。 科创版50万的高门槛,注定了这是大散户和机构的游戏,但注册制的出台,确实是让人看到了韭菜地的感觉。 我们先来看看注册制和核准制的区别。 注册制和核准制作为两种不同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。 反映了不同的政府监管理念,实质就是政府在证券发行过程中,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决策,发挥怎样的作用。 注册制下,政府不通过对证券质量的审查来决定是否批准证券发行,而是要求证券发行人提供全面的信息。 由投资者自己来判断证券发行人及其发行的证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。 注册制简单说,就是无论什么公司,不需要排队等待,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上市。 紧接着,2月22日,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,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,要开始金融供给侧改革。 随后中美贸易战的阶段性熄火,外资准入政策,放宽和美联储的加息放缓,等等一系列利好下。 2月25日当天股市成交突破1万亿,紧接着第二天再破万亿,连续两天暴涨,空气里都是人民币的味道。 于是,股市的新开户股名,暴增53%,大量新散户,跑步入场,杠杆配资,重现江湖。 货币放水,政策利好,大机构抬盘,专家战队喊话,新散户疯狂入场。 这一系列的操作,是不是很眼熟? 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,葛优说过一句话,先让豪生出钱,带着百姓捐钱。 豪生捐了,百姓才会跟着捐。 钱到手后,豪生的钱,如数奉还,百姓的钱,三期分账。 不出意外的话,股市很可能,还会继续上涨。 很多人都想知道,股市能飞多高,但其实,更应该关心的是,股市到底能飞多久? 商与财报雷多久,那些一个月前,还亏损了几十,甚至上百亿的公司,怎么就能连续涨停? 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券商中国统计,在2019年来的,33个交易日里, A股发布了512份减持计划,涉及278股。 上述减持计划中,有80起计划,属于青仓式减持,涉及51股。 另一方面,中国的债务,已经高到,不能再高。 无论是企业部门,居民部门,还是地方政府,都已经步入借薪还救,而且还只能还利息的时代。 如此的中国股市,如何在大涨的基础上,再次大涨。 从股票整体市盈率来看,中国股票估值,与其过去14年的历史水平,相比确实不高。 当今中国的股市,是被低估了。 但经过了,2月份的,大幅度反弹,其低估的程度,已经被削弱。 从长期看,目前的中国股市,依然是有配置价值的。 至于为什么,强调是长期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2011年底到,2014年上半年,A股的估值,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,持续处于,低估值状态。 所以,想决定,现在该不该买入股票,先看自己,能不能忍受这,三年半的低估值状态。 按照过去的经验,股市和楼市的关系,就像悄悄板一样。 股市涨,楼市大概率会跌。 比如07年股市暴涨,楼市暴跌。 14年股市暴涨,楼市又暴跌。 只不过08年,和15年的楼市,戏剧性反转,让人瞠目结舌。 我们再来看看楼市。 最近楼市回暖的声音,在爆炸式的传播。 先是燕郊一夜,暴涨7000,还有南京3000人的看房团。 其实,燕郊一夜,暴涨7000,只是,单个住宅价格调整,炒作居多。 而南京看房团,每年都会搞,只不过,在今年这个市场下,被放大宣传了。 以此,来判断楼市回暖,确实过于片面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,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。 1月,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,环比上涨0.4%。 31个二线城市,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,环比上涨0.7%。 与一手房数据矛盾的,是二手房的数据。 四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,环比下降0.1%,其中北京下降0.1%,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.3%,上海则持平。 而31个二线城市,二手住宅销售价格,由升转降,下降了0.1%。 一手房数据涨,二手房数据降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 一手房的数据因为调控稳定的原因,人为影响的因素比较大,数据有些失真。 所以二手房更能够反映市场的真实走势。 一线城市早在四个月前,二手房市场就已经进入实质性下跌阶段。 比如北京,二手房市场已经实质性跌了10%至20%之间,开始探底。 只不过一二三线,两极分化了。 从一线开始传导到二线三线,还需要时间。 根据以上种种迹象,我们大概总结一下。 一二线和三四线的楼市将出现明显的分化,而股市大概率会继续涨。 但很有可能的是,2019年全年的涨幅会在前三个月之内完成。 对于股市,没太多好说的。 它就是一个合法的赌场。 如果想要参与,当然可以。 但是得愿赌服输。 而未来房子的置换,只存在于一线和部分二线之间。 也就是二手房,有大量流动性的地区。 三四线的房子将彻底沦为负资产。 是一条小的一线和三线。 是一条小的一线和三线和三线。